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H讲座 这是个一刀未减,一进到底的个人经验分享故事 我是今天的分享者,我叫李欣怡 我会分为三个卖点来做介绍 第一个是因为自己临过雨,所以想给人撑伞 第二个是一共如何成为工程与医学之间的桥梁 第三个是关于心动不如行动的故事 这是我的目录,会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而影片的下方也会有各个章节的章节纽 大家可以透过下方的章节纽进入到想观看的章节进行观看 首先是关于我,我叫李欣怡 我会说微笑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源自于我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家庭 但可以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是单亲家庭,从小就是父母离异 妈妈一人选择抚养三个小孩 而对于单亲家庭而言,最困难的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来源 所以我从小就待在社会福利机构 也就是政府单位的家福中心当作他们重点抚育的儿童 我也很感谢家福中心就是抚育我到20岁大学毕业这样子 我会说我是一个漂泊的,是因为从小父亲债务的关系 所以房子都做抵押 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租房子或者是借住在亲戚家里 从南部漂泊至北部的过程 我常常会思考 明明这个城市这么大 怎么好像没有一个安稳的容身之地 再来讲到我的个人特质 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谨顺小心的人 因为一直换环境的关系 其实我蛮没有安全感的 在与人接触时 或者是面对新事物新环境时 我都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我想分享我几个人生经历 但是我主要是想说 我们可能会有相同的故事 也可以有传染不同的结局 这里我会分享我人生三大比操 第一个就是我国中时期 其实那时候发生了霸凌 霸凌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其实霸凌这件事情一直影响我 它让我的个性变得更加敏感自卑 在与人对谈时 也常常会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 第二个就是我高中时期 我原本接住在亲戚的家里 但在准备悬测前 因为家庭不和睦 所以只好再次搬家 而这个也影响到了我考学测试的心情 第三个就是家人给我的期望 与我给我自己的压力 让我产生了一下轻微的忧郁症 我必须说期望跟压力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成正比的 有时候家人总是期望我们考个好成绩 未来进到一个好学校 毕业后可以找个好工作 那我们有时候想回应家人 对我们的这份期待 就会给我们自己的身体 跟心灵造成很大的负担 但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有几个重要的转类点 让我学会如何转向思考 第一个就是参与活动 我会选择比较参加户外那种 具有挑战性的活动 像是攀岩啊 泛舟 朔西这种 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刺激性的挑战活动 可以刺激我的大脑 不再去想负面的事情 第二个是因为这种户外活动 就可以让阳光照在身体上 内心也不会一直都是阴阴暗暗的 再来我很幸运的是 我在遇到困难时都会有贵人相助 可能会有老师会有社福的志工 也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是他们在我人生历草时给我帮助 让我觉得或许眼前的困顿都只是意识的 我会说我想成为平凡中的平凡人 是因为其实我这不平凡的经历让我觉得 当个平凡人其实也相当的可贵 首先我想先学会的就是独立 我想要能够自己发现问题 并且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再来就是关于我的第一个卖点 因为我自己零过雨 所以我想给人称赏 我想要告诉镜头前面的你们 或许你跟我有相同的经历 但是不要被眼前一时的困顿给撩倒 未来一定可以走出来 再来是关于我的大学 我是中原大学 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我会说上帝的光学生看得见 是因为其实我们校园不止白天景色很优美 晚上的景色也相当丰富 尤其是每逢年底的圣诞晚会 或者是跨年晚会 我们都可以看到圣诞点灯 或者是跨年烟火 而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开玩笑 今年的学费依旧闪亮亮 我也会用15分钟校园来形容我们大学 是因为我们在校内上课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不用骑机车 就算你课表上有空堂 你也可以直接走回宿舍休息 再出来上课 都会觉得非常方便 不会很麻烦 那讲到宿舍 我就会提到一下 我们学校有五大宿舍 那分别是例行 恩慈 良善 信实 跟热忱 例行就是给大一男生住的 恩慈良善是给大一女生住的 大二大三以上之后 我们就会住在信实或热忱 那这是男女混合住的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住宿生活 其实上大学是我第一次住在学校 那我也很庆幸我遇到一群很好的室友 就是一群不同生活习惯的人 可以懂得相互迁就互相配合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作息都相当不一样 那如果你考量住宿的话 其实你就要考量到这一点 你能不能跟别人相互配合 互相磨合呢 第二个住宿让我觉得蛮大的限制 就是关于门禁这件事情 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 其实是管比较严的 如果你只要超过12点进出 你就要刷一个叫止静脉的东西 那这个限制也可以让你 就是作为你大学 到底要不要住宿的一个考量 因为这个考量呢 所以我大二开始我就选择校外租 那我也有租过套房啊 或者是家庭式的这种房子 但我主要想说的是 如果你要找校外租 你最好是去询问一下 系上的学长姐啊 或者是看当地有没有在地认识的人 这样子因为我们总 因为我们是学生 如果我们自己去找房子 所以大人可能看我们学生啊 傻傻的什么都不懂 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多收我们一些钱 所以最好找校外租屋 都要找认识的人推荐你 比较好 再来关于吃 其实我们学校旁边就是中原夜市 我会说没有胖个四五进 真的不是大学生 尤其在大学超级容易养成吃宵夜的习惯 这时候中原夜市其实就变得蛮方便 毕竟夜市里什么都有 然后你路过的时候呢 就会想进去买一点东西 然后你的人呢就胖了 你的钱包也就瘦了 当然有人会选择当健康的干犯人 就是自己煮啊 像是家庭式房间的人 可能就会有厨房 不然就是有些人套房 都会用筷煮锅啊自己煮 我们附近有全联大润发跟家乐服 要买菜也都非常方便 接下来我会提到我们学校的交通方式 其实我们校内就有公车站 也有U-bike站 所以要到火车站啊 都是非常方便的 不需要特地去外面租车或者是什么 而我们我自己比较倾向就是骑机车 因为我们学校周围外面都是停车场 停车真的很方便 主要是骑机车也比较自由 就没有路线的限制 那如果就算你上大学没有机车 我们校外附近也有沟穴啊 或者是I-run可以租 再来提到我们学校的资源 我就觉得我们学校其实蛮文武双全的 文的部分呢就是图书馆 那图书馆不止实体的资源 还有线上的资源 它也让我知道 大学四年其实不一定要买教科书 或者是你在做论文什么的啊 都可以上网去找 图书资源都有很多的可以阅读 第二就是关于我们的运动环境 运动环境真的非常丰富 有室内外的球场 那球场也有分 篮球场啊 排球场 羽球场 桌球场等等 然后也有游泳池跟健身房 所以如果你上大学还是想保持你的好身材 都可以多多利用这个环境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学校的奖学金是怎么申请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校内的iTouch系统可以登入 那你登入过后呢到你的生活页面 进入到个人申请 就可以看到奖学金的申请界面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别去勾选 它就会帮你去筛选 你可以申请的资格是什么 那你再根据申请资格去准备你的申请资料 第二个奖学金申请就是系上的奖学金 那我们系上的奖学金就是在系上的官网啊 或者是我们系上的FB粉丝专业都会公告 而我觉得系上的奖学金就是比较倾向 成绩是其次 它比较注重的可能就是关于热心服务这方面 就是如果你有担任班级干部啊 社堂干部或者是你有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 都是比较容易申请到这些奖学金的 而我自己比较大学四年来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中原大学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这个网站 我会说它真的是弱势学生的福音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圆梦的补助计划 那它可以申请的身份别有很多 不管你是中低收入户 弱势庆寒生或者是原住民 都可以申请这个补助计划 它可以申请的项目又分为你可能依照你的 系上成绩排名可以申请的奖励金 或者是你担任社团班级干部啊 或者是参加活动什么可以申请的奖励金 或者是你到业界去实习考取专业证照 都可以申请补助 所以这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管道 接下来会介绍到我们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那我们的系的英文名称就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 那缩写就是BME 这就要讲到我为什么会选择医工系 其实我是误打误状栽进去的 到底是怎么栽进去的呢 我一开始有说过 其实是因为自己领过雨 所以想给人称赛 我一直以为心理系会是我最想要读 或是我一定会想去考的一个科系 但是因为我偏好的科目 其实很明显我就是二三类的学生 我偏好生物跟化学这方面 再来就是关于繁星这个管道 我在学生成绩考出来之后 我看到繁星的筛选资格 然后我就在我的成绩跟我的初衷上 一直在做衡量 我到底要选择成绩这方面 还是要往我内心想要走的去走 但最终我就选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就是我选择的就是义工 它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成绩也是刚好在我擅长的领域 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义工系 到底是在干嘛 那奇幻英工蓝色旋风 就是我们系的系呼 我们其实是台湾第一个义工系 有长达五十年的历史 这也代表我们在业界的资源 其实是相当丰富的 在业界的人脉也是相当广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优势 我会说我们医工系学生 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师 要成为工程与医学之间的桥梁 那具体来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成为工程与医学之间的桥梁呢 举例来说就像是达文西手臂 它是一个模仿人类手腕关节设计的一个手术器械 可以做到精密准确且直觉性的微创手术 那在这个手术过程呢不仅伤口小 还可以减少伤口的失血 那在病人愈合的过程中 也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跟愈合的时间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我会说我们医工是一个蛮跨领域的科系 是因为我们要学生物 要学医学 要学工程 然后把它同征起来做一个整合跟创新 所以是一个蛮跨领域的科系的 接下来我们对医工系可能会有几个迷思 最多人常常问我就是 那你们医工系听起来好像很万能 那我这里会做几个迷思的破解 第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男生比较多啊 因为我们是工程学程啊又是工学院 那听起来就是男生才会去念的科系 其实并没有我们现在女生来念我们医工系的比例也在上升 所以不用担心啊有没有性别差之类的 没有我们女生也是可以来念医工的 再来就是那你们医工跟医学到底是有什么相关吗 那其实我们医工不等于医学 我们跟医学来说比较像是合作伙伴 至于怎么合作呢 就像是医学系的学生可能在临床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可以提出来给我们医工系 我们医工系就会想办法利用工程去解决它 第三个迷思就是这样听起来医工好像什么都会 因为我们好像要学很多的东西 但我们真的是要学很多的东西 可是学很多的同时有时候就不代表我们可以学得很精 据理来说我们到底在学什么 其实我们医工系有几个核心领域 但主要就是围着医学转哪转 首先讲到医工的四个核心领域 分别是生医资讯生医电子细胞组织以及生医材料 那到底什么是生医资讯呢 其实它比较偏向程式软体这方面 举例来说我们一般看病到诊所不是会挂号吗 那那个挂号系统就比较偏向生医资讯这方面 或者是医生在打电子病例的时候 那个电子病例的档案呢 就像是生医资讯这方面 那生医电子是什么呢 生医电子比较偏向硬体设备 我们今天拿的健保卡可以去挂号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健保卡上的晶片 读取到我们自己的基本资料 那这个读取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比较偏向生医电子这方面 那我们也会学到一些细胞组织相关 毕竟我们要了解生物的组成嘛 这样才可以认识到到底怎么样可以用在医学 那至于生医材料部分 是因为我们要考量所谓的生路相容性 什么叫生物相容性呢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把一个东西放到我们的体内 那它到底会跟我们才是排 到底会跟我们产生排斥反应 还是跟我们和平相处 或者是帮助我们的股价支撑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考量的一个点 再来就是我的课程规划 我们老师常常会说 好克制的一修再修 那我这边就会分 大一到大四各个基础必修课程 有什么来做介绍 首先就是大一 那我觉得大一的课程比较像是高中的衍生 只是你所有的专业知识都变成英文版的教科书 这样子 那我们会学一些物理啊 化学啊 生物这种我们常常听到 也会学到工程一些像是微积分啊 工程概论 计算机概论这种 然后也会有实验课程可以让我们做 那讲到实验课程 我觉得大一呢我们就是有永无止境的作业 为什么会说永无止境的作业 其实就是关于我们的预报跟结报 那什么是预报呢 就是我们做实验前呢要写一个预习报告 写我们的实验目的啊实验原理是什么 然后也实验结束之后呢 我们要写一个结案报告 就是我们要写 哦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原理啊 我们俩取到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要写一份报告 那因为大一有两个实验嘛 那两个实验呢又是每个礼拜都有 我们就会写完一份又要写另外一份 我们会说永无止境的作业 再来就是大二呢 那大二就比较进入到人体这部分 所以我们会学到一些生物化学啊 人体解剖学这方面 那也会学到基本的电子电路学 跟一些工程方面的工程数学 那因为进入到人体 大家听到人体解剖学 都会想到大体老师 那其实我们义工系 不用到真的去解剖大体老师 我们比较像是在认识人体这个地图 就是去了解哦 人体的骨骼啊 器官啊 血管那些是怎么组成运作 我们不会到真的去解剖大体老师 再来我们大二生大三的这个过程 其实会做一个分组 分成生物工程组 或者是医学工程组 那大家会好奇 生物工程组在干嘛 其实就是在做细胞研究啊 或者是材料研发制备这样子 那医学工程呢 就比较偏向系统开发 医学一项处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那我今天选择生物工程 我就可以 就不能选择 不能学一些医学工程的知识嘛 或者是 我想要在学医学工程的同时 学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知识 是不行的嘛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只要你有 你有这个型都可以学 他们只插在他们的必修科目不一样而已 那生物工程的主修科目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生物工程实验跟材料科学方面 那学修课程呢 就是有分子生物学啊 生物力学啊 生物材料这方面的 而医学工程的主修课程 就比较偏向电类 就医学工程这方面 或者是讯号与系统 而选修课程呢 就会有城市语言啊 微处理机 或者是一些 医学影像处理这方面的课程 那我大二生大三除了分组的那些必修课程以外 其实我还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 就是不管你是生物工程组 还是医学工程组 你都一定要修的课程 那就是关于电子实验啊 电子学 或者是生理学啊 生理实验 那还有生物统计这方面 跟医学测量及医表这方面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会请到系友 回来为我们办理义工讲座 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资讯 再来就是大三生大四 我们也会需要做专题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术报讨论的课程 而我们大四其实就是比较专注在毕业专题这方面 那我们毕业专题因为会根据我们各个不同的实验室 做不同的方向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做科技部这方面 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产学合作那方面 我自己呢 我是选择产学合作啊 就是跟临床医师合作 然后做一个开发临床坚男产手术器械 那这是由布陶的妇产科医师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临床问题 就是坚男产其实发生时是非常突发性 没有办法事先预测的 那发生后呢 可能会对胎儿及母体造成致命性的损伤 所以临床医师就提出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可以协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快速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器械 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适合医工系的例子 就是我们如何用工程的方式去解决医学上面的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的毕业专题 是做的蛮像一个医工系会做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 那产学合作到底是怎么合作 其实就是我们医工会 我们医院会提供我们资源 那什么样资源 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临床上的数据 或者是我们需要的经济方面的资源 因为毕竟有耗财嘛 然后提供给我们之后 我们学生就可以在校园研究 他们需要我们处理的问题 那研究好之后 制作出一个模型之后 医院就可以提供 像是人体生产的模型啊 或者是胎儿的模型 让我们去模拟看看 我们的器械到底是有没有用的呢 最后模拟之后的成果 我们在双方讨论 讨论出看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可行的 而我会说我们医工系 其实蛮与时俱进的 什么叫与时俱进 就是现在医疗 就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那我们医工系 就会往哪个方向去做学习 那因为未来比较导向 智慧医院啊 AI这部分 或者是数位健康 精准医疗这方面 所以我们系上 未来就会比较偏向 这几大方面去做学习 再来就要讲到 关于医工系的资源 那我认为资源这种东西 就是手术药块 第一个就是实验室的资源 那我们其实系上 有12个实验室 分别由12个老师代理 大家可能看到之后 会觉得 嗯所以这么多实验室 到底分别在干嘛 其实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实验室参访活动 就会带领着大家 到各个实验室去观看 哦这个实验室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在那时候 就跟那个实验室负责的老师 或者是学长姐说 然后谈谈之后 他们觉得你可以 你就可以进到实验室 去做学习 再来比较特别就是 我们学校一个 预备研究生的方案 那也就是4加1 什么是4加1 就是你大学第四年 其实你只升毕业专题嘛 那你可以在 最后一年的时候呢 先修一些 硕士研究生要修的课程 那你就会采一个 先修先得制度 这样你升上硕士 你就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在做你的硕士题目 很快就可以毕业 而且对于预备研究生呢 我们系上也有提供奖学金 可以鼓励你们 还有我们系上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空间 像是VR虚拟实境空间 如果人体解剖学那堂课 我们没有办法到真的解剖大体老师 其实VR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我们可以透过VR去观看 原来真的人体出现在我们面前是怎么样 你有种生理起境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创课梦工厂 那这是系上可能请外外面的讲师啊 或者是有什么实作课程 都会使用到的一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呢 也会有一些3D练印机啊 或者是雷射切割机等等 再来就是我们的动物房 毕竟有动物实验这方面 所以我们会养一些大鼠跟小鼠 然后就是我们的细胞房 要培养细胞的地方 再来就是我们的无程式 毕竟有些实验我们要避免误差 那我们就会需要一个无隽操作台 一个无程的空间 那我们系上也有这个空间 讲到医工系的特色 其实我们蛮重视学业以外的东西 那到底重视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蛮重视 我们学校有很特别的大小运动会 那大小运动会主要差在哪里呢 大运就比较偏向填赛竞赛这方面 而小运就比较偏向拥有这方面的竞赛 那这两个竞赛呢 都会有所谓的积分制 那以系为单位 我们最高积分的科系 就可以纳到所谓的精神中竞标 老师也比较鼓励我们 不要只会坐在书桌前念书 体育这方面也要多多的去努力 所以呢老师在这两个运动会的时候呢 都会跟我们一同参与 然后一起拍照这样子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系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叫做医工日 那我会说它是一个一年一度的学术竞赛 为什么是一年一度的学术竞赛 简单来说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你每年都一定要参加这个竞赛 而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规模 其实它就是会绑定我们那时候不同的必修科目 然后呢比赛当天会请到业界的戏友啊 校外的老师来做评审 比赛当天也会像是一个小型的学术博览会 就是大医生到大师生 你都会起聚在公学馆嘛 然后要做展览啊 挂海报啊 展示我们的模型 就像一个小型的学术博览会 而这也是一个团队竞赛 就是我们都是以团一组为单位在做这件事情 不管是在准备实验的过程 准备海报准备PPT准备模型 我们都是以团队为单位的 我接下来也会分享我大一到大四 医工日都做了些什么题目 首先是大一 刚进到医工系 大家一定会对医工系有个迷思 所以医工系到底在干嘛 那大一的题目呢 其实就比较偏向医疗仪器的认识 我们会先去抽我们要介绍调查的医疗仪器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他们相对应的仪器生产公司做调查 那我当时呢就是抽到我们常常听到的血糖机 就是家里有的那种 那我们就会到他们专门制造血糖机的公司去调查 调查血糖机的制作原理是什么 以及各个厂牌之间的血糖机会有什么样的差距 好我们再做报告 再来大二呢 因为我们刚学了一些基础知识 所以那时候是点子最多 想法最多的时候 所以大二的题目比较偏向创意竞赛 是要我们把我们想到的东西 想办法实体做出来 而这个题目呢 也不仅限于只能做医疗器材这方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以环保议题为出发 我们想要发明一个能够减少海洋污染的万用杯口 那这个杯口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毕竟饮料的塑胶吸管啊 跟塑胶膜其实一直以来都对海洋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而大三呢 就比较偏向 因为我们大三绑定的是生理实验这堂课 所以就比较偏向生理素质方面的两侧 我们会对同班同学就是进行实验 然后跟做一份报告 当然是以非侵入性的实验为主 那我们这组做的呢 就是对于虚拟实境对提升不同学心因素质探讨 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探讨方式 就是我们平常都会用那种教科书的教学方式 跟另外一种用VR的方式做教学 到底这两种教学的方式 对于学习的吸收效益哪个比较好 就是我们主要在探讨的一个项目 而大四呢 因为大家都专注在做专题嘛 所以大四的义工日就会比较偏向专题室做这方面的竞赛 然后左边的这些图就是我们当时报告 然后也很庆幸我们这组在大四的毕业专题上获得了佳作 我会说义工系到底带给我一些什么能力 其实最多也就是关于自我学习这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是解决问题 因为其实问题呢有发生两种嘛 一种是突发性的问题 一种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 那面对问题其实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先冷静思考 然后之后再去想办法处理它 第二个就是关于时间规划 因为我们要设计一个实验 要怎么执行一个实验 要怎么验收它 怎么分析它 其实都是要好好的规划 如果你前面花费太多的时间 那你等于后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所以时间规划在我们系上也是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第三个就是团队合作 这也是系上老师一直在鼓我们的 因为一个人我们可以走得很快啊 但一群人我们才可以走得很远 如果你今天一直一个人纠结在同一个问题 那你就会一直深陷在那无法解决它 可是如果今天你把这个问题丢出来一群人帮你想 其实你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必要一个人烦恼这么久 最后一个就是口说的能力 我觉得今天你不管你喜不喜欢站在台上 或者是你喜不喜欢在大家面前表达你的想法 未来你出社会面对工作要找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销售员 所以口说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就是关于一公系到底适合什么样特质的人来念呢 但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特质是其次 不管怎么样你开心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比较适合的特质可能是你喜欢写程式语言 或者是你可以接受写程式语言这方面 我会说为什么是可以接受写程式语言 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系上有生物开头 所以就觉得这方面应该是蛮好蛮有趣的 那我比较建议的是如果你喜欢生物的领域同时 其实不要排斥写程式这件事比较好 毕竟我们本职还是工程师 我们多多少少会需要用到一些程式语言方面的技术 再来就是他比较适合你喜欢整合与创新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用工程解决问题啊 那我们今天遇到问题我们要怎么做整合要怎么做创新 这是一个蛮必要的条件 再来是老师送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有爱出发 那什么叫以人为本有爱出发 其实我们今天发明的医疗仪器 虽然用的人是医师 但是真正使用在是病患的身上 那我们到底要站在好用这个角度 还是用起来让病患不会有更加不适感 这是我们需要去探讨跟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会说要站在病患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那我们医工系未来的出入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蛮五花八门的 那主要分为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往医院 那我们在医院呢就是做医学工程师 什么是医学工程师 其实就是医院的仪器守护者啦 我会用仪器守护者来形容他 那主要为什么会是仪器守护者呢 其实就是在医院有很多仪器 那要怎么训练那些使用的人员呢 跟仪器坏掉要怎么维修保养 或者是要怎么选购仪器跟检验那些仪器 管理这方面都是医学工程师在做的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往产业这方面 那产业又分为可能是研发啊 新创啊或者是销售 大家可能会好奇那研发是什么 研发就比较像是我们常听到的台积电啊 工研院啊北克株克这种 而销售呢就是比较偏向医疗仪器厂商 比较几个比较有名的像是美敦利啊 装身装身啊或者是亚培啊菲利浦这种医疗仪器公司 那我们医工系其实有跟几个比较相似的科技 有点点些微的差距 但我们的本质就是工程师 第一个我常听到的就是生科系 因为我自己蛮常遇到就是 读医工系读到一半觉得不适合的人就转到生科系 那我们两者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生科系就比较偏向生物资讯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可能会比较偏向像是疫苗啊 或者是制药这方面 可是我们医工系呢是比较着重在能应用于人体的医材 所以我们会像是伤口内外的浮料 或者是人的血管心脏支架这方面 而我们跟电机器有什么差异呢 毕竟我们都要写程式嘛 那电机器比较着重在机器控制这方面 而我们医工系也是要学这个技术 虽然没有他们那么专精 但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技术 然后想办法用在医疗仪器这方面 举例来说像是减压床 其实在医院有很多病人是没有办法自行翻身 就是只能久握的那种 那他们的身上就会出现很多的压伤跟窗口 那这些窗口如果你一直持续的压着 它就只会越来越更加溃然而已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减压床的设计 它可以根据你们人体不同的部位 然后去做细微的调整 第三个就是我们跟医学系到底差在哪里 那其实讲到医学系我们就是合作关系嘛 那医学系就是比较专注在临床操作这方面的技术 那我们医工系就是比较专注在利用工程解决医学的问题 举例来说今天医学系的学生啊 可能想要看 可能遇到一个病患是胃部不舒服 那他需要检查他的胃部 那要怎么检查呢 其实医学系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就会需要到医工系发明所谓的胃镜 那胃镜就是 大家如果有用过的话 就是它是不需要侵入的 就是从口腔然后神入到咽喉这部分 那就是我们会发明这个胃镜来协助医学系去检查 病患的胃部 而我们系上也有几堂课 我觉得是很上起来很辛苦 但是非常值得 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系内必修生理实验课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实验实作的课程 因为只有实作可以让知识不再只是书面上的理论 我会用健康检查来形容这堂课是因为 其实这堂课会做很多生理数值上面的量测 像是血液啊尿液甚至是我们的视力跟听力这方面 那有时候检查检查我们就会突破对自己的认知 而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就是血液检查这方面 因为我们要采取血液啊 那我们一定要刺破我们自己的手指 而这个也蛮需要克服我们自己 刺破自己手指这个心理障碍 那采集到我们自己的血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学习 哦血型到底是怎么验的 那血液这种凝固时间到底是多长 然后再制作一个自己的血液抹片 然后放到显微镜底下去观看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会做到动物实验的方面 而我觉得做动物实验 其实我们最先要学会的就是珍惜生命 因为没有一个动物与生俱来 就是拿来做实验拿来做牺牲的 所以当它为这个实验做出牺牲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怀着感恩的心 因为它让我们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 第一个牺牲的动物就是我们的老鼠实验 那我们会对它进行就是肾上腺摘除手术 以及卵超摘除手术 主要是我们想要观测就是 这些器官的有物到底对我们老鼠的生理经能啊 跟他们的运动习惯上面到底有什么差异 再来就是青蛙实验 那因为青蛙的后腿相当发达 所以我们就会利用青蛙这个后腿发达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脊髓与运动神经反射的实验 就看看脊髓的有无跟青蛙后腿运动神经的反射 是不是有什么差异 而这兰克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就是 它的考试方式是采用跑胎考 那什么是跑胎考呢 其实是给你一分钟的思考时间 你的议题就只能用一分钟去作答 那在作答这个过程其实是蛮 是一个蛮高压也蛮紧张的情绪 那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可以更加的培训你们 面对问题的思考能力 再来关于系内的选修 我认为手术与器械这两个课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对于手术器械 大家可能会觉得 他们看起来真的长得很像 但其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些微的不一样 他们的功能就完全不一样 而这堂课比较专注在介绍手术器械的医生 那像是手术器械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啊 怎么制作出来 然后坏掉后要怎么维修 跟它的使用方式是怎么样 我们这堂课呢 就会介绍一些关于手术器械的医生 他一生的长胺其实就取决于这些过程 所以我们会说 器械的好坏就可以决定他的一生 而这堂课也很特别 他是请到真正的临床医师来为我们上课 所以医师也会透过他的人脉啊 跟医疗仪器公司进行联络 让他们带着各自的产品 来到学校给我们使用跟观看 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像是电烧刀啊 内视镜啊 跟曹英波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也可以实际对朋友使用看看 这堂课比较困难的就是 关于500个专有名字单子 因为对于毕竟对于医师来说 其实英文是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那500个英文单字考也是这堂课最大的一个考验 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 就算再不喜欢也要努力去完成 接下来我会分享我大学的课外活动有哪些 但总结的原因就是忙到爆肝 首先我是生活助学生 什么是生活助学生 其实就是为了生活而烦恼的 我们到底怎么为了生活而烦恼呢 其实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当志工 那一个月要当三四个小时来换取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这样 而其实我在这里有遇到一个蛮大的挫折 是因为学校一开始分发给我的单位 其实并不太适合我 对于那时候刚升大二的我而言 然后刚好分发到客助组这种单位 那性生问题的资讯我也不是很清楚 加上我的个性比较内向 然后就没有办法很俐落的处理 然后那时候行政单位的老师就跟我讨论说 可能会把我换掉换去别的单位 那其实这对我一开始的打击也是蛮大的 那比较庆幸的是我后来换到的是卫生保健组单位 就是学生如果有问题受伤啊 或者是生病什么都会来到这个单位 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里有找到一个归属感 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路上如果遇到不舒服的人啊 或者是突然有些人看到他们的伤口 我就都会想要跟他说 你要去哪里查药查药什么的 比较热于助人的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找到一个蛮大的归属感 再一个就是我有参加我们系上的系学会 那大家听到系学会可能都会说 哦我就是一直在办活动嘛 那到底办了几什么活动呢 我会分享我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活动 但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我是我们系上的资讯长 那什么是资讯长呢 其实就是FB与IG的粉专管理员 那我会说 新生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都会透过这些管道来询问 哎新生资讯或者是什么的 那我就是幕后的小编 就是专门帮新生处理这些问题 而比较特别的就是 可能系上会有一些什么新生活动啊 我也会透过这些管道 然后发动给新生 让新生去理解 再来我自己觉得 我在系学会其实蛮常遇到 意见分歧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是各个不同性格的人 一起做事情 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产生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产生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学会互相沟通 学会聆听对方的意见 然后再选择采取一个折衷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处事方式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个就是银行素赢 相信大家大一新生进来 第一个就是这个活动 可是其实对我而言 其实我是直接从工人晋升到组长 那为什么是从工人晋升到组长呢 其实我大一是没有机会参加银行素赢的 因为家里经济因素 然后我那时候选择就是打工 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大二的时候呢 我就选择来当工人好了 然后结果呢 我觉得从工人到组长 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心态上不一样 可能在当工人的时候 我还可以跟学员一样抱持着 我是来玩的心态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开心这样 但到大三我就去当组长之后 我就觉得原来一个银队的运行 一个银队的维持是蛮不容易的 我们要学会就是 学会就是要让银队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并且确保大家的安全没有问题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 是我们系上还有一个银队在寒假 就是一公银 那为什么会说给好奇想试试的你们呢 其实这个银队呢 是专门给我们高中生参加的 可能大家在高中时期听到一公 就会有点点好奇 一公到底在学什么 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系上这个一公银 然后我们就会带你们来了解 一公银到底在学什么啊 同时你也可以观观望我们的校园 跟我们的住宿到底是怎样 是不是符合你的期待 所以我会说这是给好奇想试试里面 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三个活动其实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关于三系联合的系出游 其实我们系上一直很想要提倡外交 然后我们一直没有成功 但最后我们就办成了这个三系联合的系出游 我们终于有认识到别系不同学院的学生 我是觉得蛮开心 收货也蛮多的 再来是一个我蛮棒的一个经验 是关于实习这方面 那我是到冠金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而这个公司呢 主要就是贩售肢体 牙科肢体材料或者是牙科4D导航系统 首先是会讲的为什么我要去选择实习 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其实我一开始有犹豫很久 我蛮害怕接触新事物 然后又会想去做新的事情 在犹豫犹豫的过程呢 我最后就凭着一个憧憬 然后就决定去实习看看 而这个冲进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是系上提供我们到医院和公司 去做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认识职场 什么叫认识职场 就是我们用短短这一两个月 然后去到医院或者是去到公司实习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职场环境 那有时候大家可能对医院会有一个幻想是 可能医院的工作是怎么样 然后实际去实习之后就会发觉 其实说不定他跟你想像的有落差 说不定你并不太适合 所以我会说适合不适合 很适合用这一两个月去认识 这样你毕业后找出路 你就可以少掉一条错误的选择 再来是讲到我选牙科的理由 那对于牙科 其实大家小时候多多少少应该都会到牙科诊所 毕竟会有蛀牙或是换牙齿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梦魇 但长大就是越怕越是想去了解这方面 而主要实习的工作内容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抱持着一个 我们是社会新鲜人的心态去做学习 那第一个因为我走牙科 所以我要先学会的就是关于牙科方面的产业方面的知识 那我要认识我们自己公司卖的质体是什么 跟职牙到底是要用到什么材料 以及是怎么销售这些质体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4D导航系统 那它是要为病人做一个量身定做的治疗计划 毕竟每个病患的口腔形态其实都不太一样 牙齿的大小角度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绘制一个planning 帮病人做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计划 再来要学到一个就是关于乌菌布置 毕竟大家可能觉得牙科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 但其实只要有开窗啊这种会有伤口的 就很容易有细菌干燃这个问题 所以乌菌布置其实不管在哪都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我也会有实际跟到这个活动 就是会到台大医院的牙科部门啊 或者是到一般的牙科诊所 我会实际到那边去看 诶到底是怎么止牙的 止牙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 最后呢我会将这一两个月的学习成果 就是做成一个成果报告 可能要报告给公司的老爸 或者是带领你的实习的学长姐 或者是系上学校的老师 你都会有一个上台十分钟报告的经验 这也让你可以统整你这两个月来 到底的收获是什么东西 而我最大的反思与说 我就是如何跨出第一步 其实我自己因为个性很关系 我其实很常犹豫啊 或者是怀疑 甚至是感到不安 所以对于跨出第一步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困难 那如果我们一直不跨出第一步 其实你就不会有接下来路可以走 所以我会说要如何跨出第一步 其实是非常重要 而在这过程中 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实战的经验 不只是雅科这方面专业知识的经验 还有关于公司人际互动是怎么样 跟客户是怎么样互动的 我也学到了很多 同时我也可以了解产业这方面的趋势 为什么大家都会说 医疗现在偏向精准医疗 为什么偏向微创手术 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我也可以透过去实习的时候实际体验到 再来我想分享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心动不如行动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对于某件事情感到很心动 好想去尝试看看 但是又害怕去尝试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 如果当你的渴望大于你的恐惧的时候 一定要去尝试做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大学四年一定要学会的就是要学习走出舒适圈 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学四年就是在一个成长 蜕变成大人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学会离开家 学会独立 学会自己出来奋斗 再来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要学会调节压力 因为其实你在大学生活中可能不一定会遇到可以挺你受苦的人 那压力又有很多种可能是有些人是课业方面的压力 有些人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 有些人是在做实验啊 实验数据可能失败这个过程的压力 那我想说你面对压力的时候 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不要一直纠结在当下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去放松做你想做的事情 唯有你养好精神之后 你再回来面对这些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你一直纠结在当下 这个问题只会加剧你身心灵的负担 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帮助 第三个就是大学四年一定要学会把握时间 其实我们高中都花费三年 很认真的考到一个自己想要考的大学 然后大学四年就觉得 应该好好放飞自我 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大学四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有些人可能用大学四年啊 去做实习啊 去做交换身啊 那些人就大学四年就都拿来玩 我觉得大学四年就可以体现出 你跟别人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所以一定要学会把握时间 如果你有规划 你一定要好好去执行 再来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没有一个选择是要后悔的 其实我们每次做选择 有时候当下你会做这个选择 你一定是觉得这个选择是你在当下觉得是最好的 那你只要做了这个选择 你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会得到一个经验 所以你不用去后悔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它 我会送给大家就是 没有一个选择你是要去后悔的 既然你选择了它 你就要珍惜你所选择的东西 而我这边也要感谢南京隔一门林经理送给我们的一句话 人生定位及努力一样重要 这是我的图片来源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 那我的IOH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大家